作詞・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先生 清田哥 小韩 真得是你 這麼巧在這碰到你了 我變化有那麼大嗎 你用這種眼神看我 混蛋 你們兩個知那人 通通趕快回去 混蛋 來 清田先生 秋夏亮 那人可真逗 怎麼態度說變就變了 這艘船是我的 來 好厲害哦 聽老師說 你對船部很感興趣 確切地說 是我對經營輪船公司感興趣 我們巷家呢 祖祖輩輩跟輪船有著不解之緣 我爺爺我爹都是幹這行的 我也希望 能夠成為我們巷家第一個 管理輪船公司的人 啊不對 是成功管理輪船公司的女性 你為什麼對這行感興趣 喜歡 還有就是 以我的見識和學識 只有我才能完成我父親的遺願 讓我們巷家 擠身穿江航運業的霸州之味 看來我將遇到一個強有力的對手 當然了我可不管對手是誰 哪怕是您 我也不會讓步三分的 女孩子有此志向 敬佩 可是啊 這是我遠大的志向 但是 我們家是個傳統家族 我還不知道 我爺爺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不是那麼簡單的 別說是中國了 日本也一樣 為什麼出不了女強人 就是因為社會歧視女性的陋血 我對此也深惡痛覺 那如果真有哪一天 清田哥會不會幫我 你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努力 清田永遠是你堅強的後盾 這個後盾不只是在精神上的 還包括財力和物質上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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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邊多美啊 嗯 嗯 那個人啊 是販賣大煙土的 少爺 你果然沒說錯 他是想在咱們船上走二十箱貨 他跟莫言青什麼關係 好像沒什麼關係啊 不過他對莫言青 倒是有挺大意見的 這就是關係 這人哪肯定得罪過莫言青 要不就是莫言青得罪了他 這次他來找莫言青運這批貨 莫言青順手把貨的給咱們了 因為他知道 這幫人早就讓政府給盯上了 他要等著這貨上了咱的船 坑我一把 怎麼坑呢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等著燕賭販子 把那些貨全裝到咱們船上的時候 警察隊就出現了 來 別跑 誰是殘主啊 我 長官 少年銀俊啊 可惜小小年紀為什麼不幹個正行啊 您這話什麼意思呀 有人舉報你們 說這批貨裡有大煙土 大煙土 有嗎 沒有 那怎麼辦啊 查吧 那那那您查您查 查 輕點啊 來這個這個這兒 我對這兒還有意向 周末元青為什麼要這麼幹啊 凡政主委長坑我 想的沒 這批貨咱們不接了 別這樣 必須得接 有嗎長官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我們 監督這個販毒團夥時間長了 可能是情報有誤吧 情報有誤 對不起 失禮 失禮啊 慢著 二娃哥 咱們貨都成這樣了 跟貨主不好交代吧 這沒辦法吧是吧 咱們自己把它恢復恢復 誰讓長官情報有誤呢 是咱們有辦法恢復 那長官回去不好交差啊 還是少爺同情他裡 沒辦法 沒事 您沒辦法啊 讓他給您想個辦法 他辦法最多了 快給長官想個辦法 你知不知道 墨家的船隊裡邊 有沒有那愛貪便宜他 這個 有 有個叫孫三的 每次啊 都在他們船隊裡夾雜私戶 墨家根本就不知道 行了 咱們就在這孫三身上 做點文章 那個 你到那個墨家船隊 孫三的船上去看看 新許 能有什麼發現 有什麼內部消息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是昨天喝茶的時候 聽到這麼一耳朵 就跟我們家少爺說了 確實不確實啊 確實不確實 您去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反正我們兄弟們都出來了 樓草打兔子 萬一有呢 不過話說前頭 我可不當舉報證人 聰明 全體記號 讓我出發 搭檔 快搭檔 快走快走 慢點慢點 快走 慢走啊 散開了散開 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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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 快點走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都是咱家那個孫三貪財 私自接了你推給向家的貨 現在人被抓了 船也被扣了 一時半會兒怕是開不出去了 這個向青雲真是一個人才啊 比他爹可強多了 他爹是條漢子 倒好對付 但是這孩子光憑這一招 就知道他成福有多深了 那你說他是不是有點像我呀 我當年在這個地牢裡待了三年 他也頓過三年大牢 這小子要是我的兒子該多好 所以說 這樣的人不好對付 這次可把莫言群也坑慘了 你啊 繼續幹你該幹的 放心 那誰要是想坑我呢 還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類 別以為我什麼都不懂 就可以任人宰割了 真別說 這事啊前前後後 我現在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少爺 你就好好幹吧 這以後向家闖戶公司 一定紅火得不得了 好 行了行了行了啊 我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 我呢幹點壞事還行 幹好事的沒用 正好我姐快回來了 等她回來 我就把這攤全給她 我安心當我的甩手掌櫃的 小韓要回來了 誰說的呀 昨兒剛發的電報 不 趕緊回了吧 都不知道長什麼樣 少爺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這期限很快就到了 可是業績咱們跟人家差得還遠著呢 不著急 那個向小韓不是回來了嗎 她可是我未來的兒媳婦啊 這個關係咱們要好好的用一下 怎麼用啊 讓英航娶了她 不是什麼都解決了嗎 向大人 爺爺 清雲 您好 你先走一步吧 走 咱們走 走 您有什麼事 我聽說今天小韓回家了 這件事情您怎麼不告訴我一事呢 家中小事何惜與墨也操心呢 這怎麼是小事呢 小韓說起來是你們向家的人 也是我們墨家的人不是 什麼意思 您忘了嗎 娃娃親呢 小韓和英豪之間的娃娃親 是我早些時候 跟他爹不爭就定下的 現在我做主 不做術 怎麼能您說不做術就不做術呢 父母之命媒婦之言 這是老規矩了 二娃子替我代牢 我不去了 那您還去嗎 我得去啊 那是娃兒媳婦啊 你看看你說 你們還是有位她atics 小韓看 說不定 看熊 我希望要 Chinese 這個感覺 這種感覺 很 counter 我躺了半天是你的 我問你爺爺怎麼樣 你也跳好了 他怎麼沒男啊 等着你还在家 你看看谁来了 莫叔 还认识吗 不记得了吧 我记得 莫叔好 今天特意过来接我 谢谢 你看这么多年没见 你是越来越英姿撒爽了 英豪你怎么不说话呀 小韩 好久不见 你好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 那挺好的吗 挺好的 你怎么人也这样是鞋针土 大牙爷 二老师 老爷已经回去等你们了 嗯 咱们走啊 好 走吧 走吧 好 莫叔 走啊 走 我都饿了 有点点吃饭 爹 我的鞋很土吗 说什么 刚刚小韩说我的鞋土 很土吗 你怎么会土呢 你多帅呀 你看看他 这个日本呀 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方 这好好的大姑娘 都变成小伙子了 算了 算了 我讲 来了来了 老爷回来了回来了 好好好 在哪儿呢 爷爷好 爷爷 小韩 爷爷 小韩回来了 好 好 快起来 快起来 恭喜香港人一家人团聚啊 恭喜恭喜恭喜 小韩刚刚回来 家中不便待客 请自便吧 来来来 小韩 坐 快坐 快坐 来来来来 莫大少爷 今天不方便待客 你看看 对这变成大姑娘了啊 你爷爷都挣不出来了 爷爷 您还没变啊 是吗 不行 老了 老了 八点了 爹 我感觉人家都不愿意理咱们 他们不愿意理咱们是他们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这门亲事是早就定下的 知道吗 他就是你老婆 我去 清田先生 当时我们家小姐手提箱里的东西 掉了出来 有封告状信 是否被你们捡到 告状信 我没捡成 我问过很多目击者 他们说最有可能捡到的人 就是你们 我可放告啊 这事情过去这么多年 你想干什么 不瞒您说 我要为我们家小姐 申冤报仇 抓住袁凶 这也是我想做到的 那 那非常困难 当时我们就在夏小姐的后面 把向先生救了出来 什么线索都没有 是没有 还是您不愿意说呀 我不能给你提贡献审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快来快来快来 还有钱你 怎么样 太漂亮了 你还是穿这身漂亮 刚才那身我都想关你叫哥了 来看看咱家公司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坐 你坐 我把这点账上记完吧 你现在还有毛笔记账呢 这落伍 我跟你说啊 毛笔又费墨又费纸 一点都不划算 我就说这些 下次结束你跟着钢笔 钢笔你也别送我 这账 以后就甭让我借了啊 不争气的孩子 咱家哪艘船厅马桶上 庆云号吧 上午刚回来 庆云号 依你名字命的名 下次依你的 带我去看看 走 太漂亮了啊 来来来来 真德行 走 就这搜 还不错吧 真棒 不错 这就是我们的青云号 小心啊 姐 你那高温鞋 你平时找我来吗 我才不来呢 你不来谁管啊 今天要不是你让我来啊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上船一次呢 这个船的马力是多大 吨位多少 不知道 从万县到宜昌 上水多少天 下水多少天 不知道 货船水饺是多少 这你看公司票据不就完了吗 这我哪知道啊 你来这上班多久了 几个月 几个月你连这点事都不清楚 姐 我 我 我什么你 不学不出 这是 让姐好好教教你们啊 爱死我了 回来了 喝杯红酒 好 放一下 不错啊 那当然了 去看青云号了 能看懂吗 差不多 青云号吨位两百四十八 蒸汽机动力明轮推进 马力八百 航速六点五接 船铃三年 你怎么会动这些 我在京都大学旁听过 造船的专业课程 好 不过爷爷 咱家的船太老了 现在人家外国公司 都开始用燃油汽轮船 咱们家还是蒸汽机 这些都不用你考虑 女孩子家做好女工具就行了 爷爷 我现在郑重地向您提出 我要进公司做事 胡闹 长江上那么多轮程公司 你看哪家有个女人呢 现在没有 不等以后没有 再说了 国外女人出来做事情的很多 那是洋人 洋人能和咱们一样吗 洋人不懂规矩 咱们也不懂啊 那女人不能出来做事情 这又是什么规矩 谁定的 老祖宗定的 在我印象中 我爷爷不是那种 殷勋守旧的人 爷爷 本来也不是什么旷世高人 说透了 爷爷就是个俗人 送你出东洋留学 那已经破了规矩了 你再出去做事 那我就愧对列祖列宗了 我不用您去交代 我自己交代 犯上总有哪天 乌鸦嘴 张嘴 爷爷 我去日本留学 我不仅在大学学习课上 我还实地考察了 很多他们的航运公司 他们的管理方式 他们的经营模式 我都会 您现在让我掌管公司 我肯定能把咱 像家公司发扬光打扮 把那帮土豹子统统打扮 土豹子 谁是土豹子 你你你爷爷我是不是 我 我爷爷 我爷爷当然不是了 谁说我爷爷是土豹 我跟谁急 我爷爷那是鹦鹉神明 聪明绝伦 然后最主要的是 还会欣赏人才 对不对 少拍马屁啊 爷爷啊 现在川江上 外国轮船公司 恒星霸道这么多年了 我们要想打败他们 必须了解他们 谁了解他们呀 我呀 爷爷您就答应吧 爷爷 爷爷 您要不同意 我就跟你死磕 你要是去了 你弟弟清云往哪儿帮啊 弟弟清云他就不是那块料 口无遮拦 太放肆了啊 反正总有那么一天 我会知道 我没 pride 我问你 你不就不义 我没有意义 你为什么要考虑 你没有意义 我不是没有意义 你管我 小 小韩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不行啊 行啊 当然行啊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好 小海 你想喝点什么 茶吧 好 顺子 给我朋友来杯茶 喝点啊 你在公司又不工作 你在这儿待着干吗 我爹让我看着他们 怕他们偷懒 看着他们 当监工啊 效果如何 挺好的呀 你看 不都老老实实的吗 老老实实的 你们家船怎么样 船 夏宜昌了 过两天就回来了 生意如何 生意 真不知道 平时我也不太管 我看就是 现在你们家哪儿谁管 我爹 我倒想有机会跟莫叔聊聊呢 他现在在哪儿 他 去你们家了 去我们家干吗 你傻乐什么去我们家干吗 他去我们家干吗 他去说我们俩的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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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семь cul 管长总 您这兴事动众的这是 妈 老爷在家吧 在 您少等一下 我去通报一首 这婚姻大事未免草枝过急了吧 小汉刚送东阳回来 川江鱼还没吃够呢 就要嫁做人妇 还是再缓缓吧 听向大人这个意思 咱们墨江是没有川江鱼吃吗 向大人 现在这两个孩子 都已经是二十出头了 正是好时候 早点把这事办了 咱们也安心 把咱们家的礼单递上来 您过不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草不一吃啊 现在不征兄弟不在了 您是一家之主 这也算了了 不征兄弟的一个心愿吧 只要您答应 就是小汉答应 那也得听听小汉本人的意见吧 我不答应 莫叔 我的婚姻大事由我自己来做主 你说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家长坐在这里还没有说话 你有什么权利说你自己来定啊 要我说 婚姻是人生大事 我不需要别人帮我来定 如果莫英好好 我自然会嫁给他 如果我觉得他不好 谁说都没用 这 你看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你也听见了 再缓缓 再缓缓吧 这个婚姻之约媒妁之言 都早定下了 是 那怎么办呢 就这么个脾气 你敢要吗 用不了几天 就得把你们莫家大院给拆了 向大人 嗯 我觉得小汉的这个性子 虽然刚厉了一些 但是和我们家的英豪 那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个猎女和猎妈一样 需要调教 宴侯 爹 从小汉中 你看看你这个没有出息的样子 中邪了 我心里有事 不想动 替婚不成 不是正合了你的心意吗 你难受什么呀 爹 我其实喜欢小汉 你喜不喜欢向小涵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告诉你 硬豪 你必须娶她 只有你娶了这个向小涵 怎么莫家才会有前途 莫家前途跟小涵有什么关系啊 以后你就明白了 爹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她爷爷不答应啊 没关系 你看着吧 不出几天 这个向风子就会来找我 早点睡吧 来 快点 快点啊 办完才回家陪老婆孩子去 赶紧的 赶紧的 来 王老二 你快点 好 兄弟 二大爷 您怎么到码头来了 我找你说几句话 码头这些搬运工人 还在不在你们手下 国刨哥会神威 所有的搬运工啊 全控制在我的趟下 那就好 老子 二大爷去 好 保护在我身上 小涵们快点 封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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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封船长 这个是一批急货 如果咱们不能按期送到宜宾的话 人家要处咱们双倍的发金呢 放心 我马上去督促一下 装完立马出发 注意安全 好嘞 经理 这是新来的文件 您看一下 好 好嘞 嘞 慌干吗的 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装船 饿了 没力气干活 你开什么玩笑 你昨天是不是被你老婆打了你 这事你都知道 打得不轻啊 伤筋动骨 好不了了 行了 行了 别开玩笑啊 赶紧让兄弟们装船 我这是急剑 两个小时内必须出发 我 我跟你说 你要是专步完船 我扣你工钱 扣钱 那你就扣吧 我们哪得罪你了 你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是不想干了 老子不干了 听我说 没你个红萝卜 我还不管酒席宴了 你不敢拉倒 我再找别的搬运工去啊 我看你的船长是白当了 在船上你是老大 你说什么是什么 那是要论码头搬运 我是老大 我说不让干 谁要是敢再干 算你有本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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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我说错了 行不 算我给你赔个不是 行不 好 您就赶紧让兄弟们装船 我这个真的是极箭 等不及了 现在服转了 兄弟们 我们撤 去别家装去 黄蛋麻子 兄弟妹 兄弟 这 这个黄蛋麻子毛里顺了就是投驴 你热闹了他 他就是条会咬人的狗 这个向清云啊 不管怎么样 也斗不过这个无赖 这个向清云呢 必须让他知道 怎么万县的码头究竟是谁的地方 你必须要盯住这个黄蛋麻子 如果有一天东窗事发 他一定要一口咬死 这件事情是向小韩让他做的 放心吧 少爷 这个世道上最有利的就是钱 请给他钱 你让他卖他祖宗他都干 邵政总 刚才有人送来一张名片 说是您的老朋友 愿意到老地方见面 这张名片 请您过目 请天好玩 阴魂不散哪 他真的是我的一个老乡儿 来 把这个给给 黄县长 什么事有这么机会 黄大麻的那包搬运工 太不像话了 货全摊在码头上 不往上搬 我刚说了两句话 人家屁股一拍走了 为什么呀 不知道啊 这个黄大麻的 走 我给你去看看 走 来 来 墨兄 别来无恙 几年不见 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多您的福 我现在还在日清公司 这几年业务比较繁忙 顾不上下来 如今我们公司又准备开拓上传奖 我特意来拜访你 我特意来拜访你 凡事儿 还要请默兄照应着点 客气客气 对 这次 你们公司和英美公司联合起来压水饺 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吧 公司行为而已 我正是为了此事来通知你 今后华人公司有什么行动的话 你得提前告诉我 清天先生 你是不是发烧了脑子烧坏了 你们公司联合起来打压我们 我还要提前告诉你 凭什么 教理很简单 在别人眼里 你是刨哥会的首领 还是墨水船公司的老板 但是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罪犯 别忘了 你的罪证还捏在我手里 清天呀 清天 我也要提醒你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 现在万县警察局 人都换了好几批了 再有 你所谓的那个罪证 真的能伤害得了我吗 快点快点 麻烈点 别磨叽 别磨叽 快点 你这什么意思 给人家干得这么起劲 给我们不干 我愿意 什么愿意 行了 我也不跟你啰嗦 我这几活赶紧干 是不是因为钱的事 报个价 我说二八道 我不跟你干 不是为了涨钱 那你这是为了什么呀 老子看相机 不顺眼 说什么你 八道八道 什么时候轮上你看人家不顺眼 你仨方家照顾自己也没有 都长什么模样 老子就是长邪了 就是看他们不顺眼 快点 王大麻烈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看你心眼长邪了吧 这相家一向礼貌待人是不是有错 连你这样的人都要欺负上门了 今天我把话给你合着 相家你惹不起 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给相家干活 老子就是一辈子不给相家干了 那把我走地 我告诉你 有本事你从外地再交几个搬运工过来 今天在这个码头 你一个搬运工都找不着 我去你试试 好 王大麻烈 你说的啊 咱们邪志强 走 你等着 我送 快点 我听说了 你把你的父亲都逼到一边去了 你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但这个世界上总有说话的地方 我把这个资料 递给万仙的警察局 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 我把它递给重庆 算了 算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交易 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买卖 你开个价 买给我 我不买 资金 资金是我的乐趣 但是我有一个爱好 控制住一个人的行为 比资金更有兴趣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没完没了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莫兄 不要急 我拿这份资料来威胁你 只是想要告诉你 我们可以在多方面的合作 这样有共同的利益 何乐而不为呢 说具体一点 提供情报给我 不过 到时候我有什么想法 为主修向你提出 我们这次制裁行动 针对的主要是向家 莫家 虽然也是制裁的对象 但是 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 对你进行补偿 前提是 好好地跟我合作 如果是 不伤害到莫家的利益 我可以考虑跟你合作 今后我来万县的时间会很多 真正的目的 恐怕只有你知道 我对外是一个很公平 很友好的人 还希望莫兄 还得帮我维护好形象 你以后做什么脏事 我装作看不见就行了 聪明人 告辞了 P score 我在胸在险的碳 我都不怕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单大 美的星好似浪花 只有你 能碰碎它 我是你 怀里一缕头发 花辣辣的江水 流啊流啊 那就是我们俩 耍悄悄话 你的心涌起蓝花 只有你 能听懂它 你是我 手里也把伤 高高山上 有一束花 你快点走过来吗 等你累了才开 你这种漫画有 多多白 我和哥哥 你的爱 就是肩膀 血我碎 也不让开 也不让开 绝不分开 不分开 你学生 你年轻人